中国对外一层度偏高 具体表现在哪些个方面 能源贸易高科技 外部市场运输线等等方面 依存度这么高的话 是如何会失去自己的战略的自主性 在一些特殊的时刻 遭到贸易制裁 贸易被中断 或者是能源供应被中断 甚至包括投资被中断等等 有没有处理的比较好的国家 美国运用了制度霸权 对外依存度直接影响到战略选择 我们现在在能源贸易高科技 外部市场运输线等等方面 我们应该说对外依存度是偏高的 2019年 那么我们的石油的对外依存度 高达72% 中国所有进口石油的80% 要经过马六甲海峡 在国际金融领域 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 对这个金融规则的这种制定权 话语权都远远高于中国 那么从历史上看 强国在上升的阶段 依存度这么高的话 是如何会失去自己的战略的自主性 对外依存度高 那么会造成的一个常规的风险 就是你依存方 有可能会在一些特殊的时刻 遭到贸易制裁 贸易被中断 或者是能源供应被中断 甚至包括这个投资被中断 等等这样的因素 那么这些因素就直接影响到 这个国家的对外决策 那么他就不得不被迫改变 他的对外战略 历史上的案例 那么有没有处理的比较好的 强权国家 在这个对外依存度方面 保持了一定的这个叫均衡平衡性呢 美国运用了制度霸权 那么通过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通过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 美国控制着世界的贸易金融 那么同时美国非常注重 它的这个能源储备 所以在这些方面 它的市场能源军事部署 能够保证使它能够 既在海外发挥它很大的影响 同时又能够有一个回旋异地 保持它的贸易贸易自主 战略自主性 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的这种 密切的相互依赖程度 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某种不对称 某种不平衡呢 中美之间实际上存在着 不对称的这个依赖关系 而且这种依赖关系呢 是过去几十年所形成的 由于先发与后发国家的 发展阶段所导致的 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强化我们的这个市场 内部市场的这个培育 强化我们的这个内需和购买力 供给侧的改革 我们不能出现 我们连口罩都不能自己生产的这情况 第二在科技这个领域 增强科技的自主性 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 才有政治独立 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对美关系上 未来也应该是要有一个调整 就是三到五年内实现对美战略的一种梳理 您怎么分析美国实际上 对中国的一些依赖度 美国一些人扬言要对中国全面脱钩 它实际上也是很难做到 因为它在通过在中国的布局 它实际上是获益很大的一方 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也是很高的 但是美国在利用一个 这样的一个依存度的这种差距 我们必须要有一种防范 要有底线思维 我们要避免那种最坏情况的发生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美国充分的意识到 中美两国的合作是忽理共赢的 是有利于双方的